各位大家好我是滴砲 今天我要帶來今天的信仰之野望新生 今天的主題不是要來做 自台聖廣的攻略 畢竟這個已經攻略到 一半國土了 目前的進度已經到這邊了 我呢之後應該還是會繼續打下去的 只是呢會以速攻的方式 畢竟 剩下島經了 打下他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但是 重點呢 今天的主題不是這個 是 我想要跟大家介紹信仰之野望新生 十大 最強的城池啊 所謂最強的城池呢就是 他可以蓋的設施樹 多不多啊還有他的 高級聚落多不多啊 等等之類的 然後順便再介紹一些特性 哪些特性很好用 然後疊加起來呢 效果也很超級 首先呢 我介紹呢 最第一個 超強的城池 當然是小田恩城 不僅 耐久度基礎數值很高 而且重點是 他是僅次於安土 和大阪城 唯一城池有 獨立建模的一座 然後呢 他的設施 可以蓋超多 可以蓋9個啊 這個是在 全部城池裡面 數一數二最高的 然後 加上他的菌 總共有六個高級聚落啊 所以等 把他培養起來的話呢 在遠征方面 可以拿來蓋 很多設施 來衝高你的那個 不管是你想要 主持 超強的騎馬隊呢 還是超強的鐵砲隊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 都該點 支重戰 可以 南征北討 都很方便 其中一座 小田園城 再來呢 再來 第2、3強的城池呢 大概就是 峻埔城啊 蜘蛛漆罐 這種城池 至於為什麼是 蜘蛛騎館呢 因為他的高級聚落 一樣有五個 然後呢 又有牧場 所以呢等於是讓 騎馬隊的 基礎 階段呢 比其他城池又高一階 各位可以看到高級聚落 蜘蛛騎館呢 裡面就有一個 牧場 可以拿來蓋 然後加上 他可以蓋的設施又可以有 可以蓋七個 所以呢你看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蜘蛛騎館呢 我的設施 都還沒蓋滿 只是衝高一下石膏量而已 冰數就拿一到兩萬二 是非常多的 然後 峻埔城 也是一座 大城啦 他也可以蓋設施蓋七個 然後 然後俊的話 也非常的強 不 高級聚落 教義港又加金山 然後又可以蓋大勢 然後如果把 然後因為這座城 有把國人眾收編 又可以蓋 翻層 可以蓋 有蓋翻層的話呢 你的那個城內的兵力基礎 量也會提升 然後 現在我呢 都是介紹東國的城 東國 第2 第4 第2強的城 大概就是 春日山城 他的 測試一樣可以蓋七個 加上他的高級聚落 也是非常的多 差不多五個左右 然後又有金山 非常的強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還有金山啦 主要的金山的 範圍呢 集中在 信隆甲斐地區 還有 東北地區 這些金山跟銀山都非常的多 然後再來要介紹 龍尾平原 就是枝田信藏的發基地 青州城跟 齊富城 這兩座也是 非常的強啊 青州城雖然設施只能蓋六個 但是他的高階聚落呢有五個 也算是不錯 然後加上他一開始又有國人重戰場 齊富城呢 設施也可以蓋七個 然後加上他的菌 非常的多 所以你可以派的武將呢 你不僅可以派武將 衝高他的那個 可以讓他多使用一點特性 然後你又可以用設施呢 來多蓋點之重戰 是一個 非常好拿來 做遠路行軍 就是 遠征軍的 宇宙城池 很好做規劃 總之青州城跟齊富城都是屬於 俊超多 然後設施又可以蓋很多 難怪之前信藏都可以在這邊 為所欲為 因為他真的是太強了 光是大 光是 龍尾這兩自己做就夠他撐了 大元城也是 俊也是超多 但是呢 這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觀音士城 更恐怖 他的菌就高達了10個啊 你可以派10個武將 然後高級軍都又有6個 設施又可以蓋8個 這個 我看真的是 是名副其實的最強城池 果然是 未來的安土城的建造預定地 觀音士城 超強 設施可以蓋8個 又可以派10個武將 然後再來是 二條玉鎖 也很強啊 二條玉鎖是 全部日本裡面可以蓋的設施最多的城池 可以蓋10個 然後俊也可以 塞7個武將 高級俊肉也有5個 非常的強 再來要介紹的是 十山玉鎖 十山玉鎖就有點普通了 就是未來大阪城的建造預定地 他能塞的武將 比較少 畢竟他俊只有4個 有點可惜 但是他未在出海口 然後呢 再跟各位介紹一下高級聚落的部分 還有鐵砲大城 雜赫城 唯一有 製造鐵砲的地方就 全 不新生裡面就只有3座城池 就是暗和田城 的借港 跟雜赫城 還有九州的種子 九州的內城 這三個地方 還有一個 日之江城 這4個地方有造鐵砲而已 其他都沒有 就只有這4個 都是集中於西國啊 然後再跟大家介紹 蠻強的政策 有一些 特性 真的是 蠻好用的 盡心盡力 各位可以看到盡心盡力 屬於同一層的所有菌 零類行動的 聚落掌控速度上升 這個是可以疊加的 各位可以看到 疊得越高 他掌控速度就越快 所以呢 新打下來的城市呢 可以優先派錢 可以優先派錢有盡心盡力的補降 來拉高他們的 這個 開發度 這樣呢就可以迅速的把他們的那個開發度拉高 將前線呢也可以迅速的 恢復 戰狂 然後也可以發動 進軍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生 介紹 總之呢 新生主要的大城 還是集中在 最精華的地區 就是 中央啊 各位可以看到 幾乎都是中間的城市最強 金澤玉房 動不動隨便我點一座 一層古層 設置就可以蓋到7個 多強啊 又是6、7個 我這樣隨便點就是蓋6、7個 而且高級巨落又多又多又可以蓋很多 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紹 好 最後再補充了 補充一點 高級巨落的方面呢 木馬場的部分 木馬場的分布圖呢 主要都集中在關東跟 信龍 甲斐 還有東部 畢竟 東部地區的地 很大 所以很適合羊馬 就是 東北地方山地那麼多 牧場卻蠻多的 有點意外啊 這邊你看 各位大家在看的都是山地 我們來虛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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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我們來虛擺 的 我們來虛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